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关于悬疑行侦犯罪的韩剧 VICE第二季第十一章 阿强和九妹终于见到了真凶 阿强想去抓他 但却被重案组抓住了 九妹赶忙带人下去 可真凶早已经消失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太多 没人注意到真凶去了哪里 另一边 小陈正在家里破解医生法布尔网站 他在朋友花猪的帮助下终于搞定了 网站里的内容让他不忍直视 这时真凶回到地下室后 想要夺回网站的控制权 但已经太迟了 他什么都操作不了 无奈之下 他只好拔掉电源 小陈的行为激怒了真凶 从日本来的客人 询问真凶一切是否安好 真凶告诉他不用担心 突发状况是在所难免的 客人向他表示 有人对九妹的耳朵很感兴趣 其实真凶和客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议 客人算是他的赞助商 给他提供资金支持 天哪 真凶背后居然还有大佬 另一边九妹向领导汇报工作 他说阿强是被人陷害的 在阿强家伪造案发现场的人 和港口监控拍到的嫌疑人是同一个人 那个行李箱里装的是阿强 孙博士的死也是真凶为了陷害阿强设计的阴谋 监控拍到进孙博士病房的医疗人员有三名 但出来的时候是四个人 有人藏在孙博士的病房里 杀害了孙博士后 嫁祸给了阿强 而且真凶还运营着一个反人类网站 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 目前小陈正在权力调查中 阿强虽然有病 但没人比他更了解这次的案件 领导决定让阿强继续参与调查 九妹来找阿强 想让他解释一下当年发生的事 阿强说 在新闻里看到的就是全部事实 阿强出生在日本 家里虽然不富裕 但生活还算幸福 有个叫美浩的小女孩总来找他玩 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一次儿捉迷藏的时候 是美浩去躲 阿强来找 阿强找着找着就来到了后院 看到了美浩的小白血 其实阿强也记不清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准确地说 爸爸杀死了美浩并割下了他的耳朵 阿强在无意中成为了帮凶 爸爸被判死刑后 他和妈妈每天都生活在地狱中 走在回家的路上 会被人突然冲出来暴打 回到家后 家里也被人写了很多恶毒的话 哥哥也被讨厌他们的人杀害了 因为受到刺激 阿强才开始有突然失去意识的症状 总感觉阿强父亲的事情也暗藏隐情 妈妈带着他回到了韩国 阿强怕他会成为和爸爸一样的杀人魔 所以才选择当警察的 小时候遭遇过那种事情 所以阿强很难和别人相处 所有事情都是一个人去解决 直到后来 搭档走进了他的人生 但是 突然有一天 阿强又犯病了 有人利用他的过去杀死了搭档 为了揭露真相 阿强去偷了那个证物 然后一个人进行调查 再后来就进入了九妹的黄金时间组 真相到底是什么 现在他还不知道 那个真兄 他刚刚也是第一次见到 九妹和阿强终于兵事前嫌 另一边 真兄准备去找小陈抱负 小陈一个人在家 其他组员都在警局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而小陈还在家里继续工作 完全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郭子从医院把阿强接走 阿强看到自己的药瓶 想起了他之前昏迷的事 他记得那天早上明明还有药 但是在卫生间的时候 药瓶却空了 小陈把调查的结果告诉了九妹 所有组员的身份都在那个网站上 被列入了猎杀名单 网站的会员数量还挺 他正在核对 看样子真兄光收会员费都赚了不少钱 真兄之所以对警方了如指掌 是因为他黑了警局的对讲机 把他当成了窃听器 可以随时监听警方的动向 九妹让小陈先回警局 真兄可能已经发现了他 小陈刚挂断电话 真兄就找上门了 这次他想要小陈的手指 真兄直接拨通了九妹的电话 让小陈求救 九妹也没想到真兄这么快就找到了小陈 真兄给了九妹三分钟的时间 如果三分钟内能赶到这里 他就放过小陈 迟到的话就不是剪小陈的手指这么简单了 要剪的是小陈的脑袋 九妹赶忙通知阿强真兄在小陈家 但真兄显然不会遵守约定 他直接剪掉了小陈的手指 装在冷冻箱里带走了 真兄楼下的同伙也收到了任务完成的通知 九妹带人赶到后 突然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 他觉得有点奇怪 但小陈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他没有时间去考虑是什么情况 他们火急火燎地赶往小陈家 却错过了抓住真兄的机会 小陈身为技术员 失去手指对他的打击很大 这代表他以后再也无法敲键盘了 阿强赶到后 又一次和真兄擦肩而过 真兄的计划都顺利结束了 他准备带上母亲从这搬走 小陈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告诉九妹 只有在六个小时内将手指带回来 才能进行肩骨缝合 真兄准备搬离这里 正在地下室收拾东西 他突然想起洪组长还没有处理 这时客人约他在老地方见面 由于真兄的性质过于恶劣 领导来警局指示工作 他让阿强带头调查 所有资源无条件支持 警队的无线电也要全部更换 恩秀得到了新的线索 那个护士说 当时在逃跑的时候 撞到了一个女人 是那个女人给他注射了什么东西 九妹突然想起在小陈家楼下 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 小陈也说过 那帮人走的时候 还跟谁说了句任务完成 看来 高跟鞋的主人 可能和护士遇到的是同一个人 真兄的团队中应该有一个女人 护士说 他记得那个女人的指甲上纹了蜘蛛 阿强想起当时去炸鸡店找红组长时 老板娘的指甲上 好像也纹了蜘蛛 另一边 真兄和客人见面后 客人表示 很担心真兄对阿强的事太过执着 会影响到他们的事业 但真兄却说 在医生法布尔 他才是神 其他人只是受他恩典而已 阿强的事 是他觉得有趣才那样做的 和其他人没有关系 他不喜欢别人对他指手画脚 阿强已经带人来到了炸鸡店 他发现老板娘的指甲上 果然纹了个蜘蛛 老板娘看形势不对 直接割断煤气管道 想在临死前拉几个警察店呗 这时医院也来消息了 小陈手上的组织已经开始坏死 必须尽快进行接骨缝合 炸鸡店这边 组员已经把煤气关了 客人已经安全撤离 老板娘被直接逮捕 阿强问他真兄藏在哪 老板娘却宁死不屈 而阿强没想到的是 老板娘是真的宁愿去死 也不向他坦白 也不知道这老板娘 是不是真兄的颜值粉 他随身携带着毒药 直接服毒自尽了 另一边 九妹找来了红组长的情人 了解情况 原来那天 给红组长打电话的就是他 他说红组长当时还问他 记不记得第一次 和红组长弟弟见面的时候 九妹问他那天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原来那天 是弟弟第一次发现 红组长跟他同居 他们还大吵了一架 他也不知道 红组长为什么会提起这件事 九妹问他那天 还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他突然想起 那天弟弟还带来了一个高中生 说那个孩子受到了家庭暴力 让他们收留一晚 九妹觉得那个高中生就是真凶 阿强让他赶快调查一下 红组长的弟弟负责的所有案件中 和高中生有关的案子 肯定能找到线索的 原来 15年前 弟弟在巡逻时发现了被虐待的高中生 母亲一直嘀咕着孩子是个恶魔 然而 奇怪的是 那个孩子始终都站在母亲那边 对警察抱有很强的敌意 最后被送到了收留所 他也要求重新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这个高中生的名字叫方己书 恩秀发现他是个海籍 就住在之前出世的那个小区 九妹这才发现 他和方己书还见过一面 阿强收到消息后一眼就认出了他 就是在小区里看到的那个人 阿强带人赶到小区 直奔方己书的家101 但他却根本不在家 冰箱里也没有小陈的手指 阿强踹开了那个锁着的门 方己书的母亲也不在床上 阿强觉得有点奇怪 方己书不应该这么轻易地暴露才对 而且房间里的味道也很可疑 这时101的地下室着火 阿强带人冲了进去 终于找到了那个冷冻箱 阿强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 把箱子拿了出来 但组员觉得有点奇怪 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方己书带着一个箱子来到了警局 门卫拦住了他 方己书说他是来找酒妹和阿强的 门卫觉得有点奇怪 想检查他箱子里的东西 但方己书却根本不理他 门卫赶忙请求支援 说有一个身份不明的海警 拿着一个带写的冷冻箱来找酒妹和阿强 重案组的人赶来后 打开的箱子里面居然是小陈的手指 方己书说他是来自首的 酒妹被搞猛了 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本集的剧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